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发布的新建防护数据出现了温和增长 市场预期新增113.5万套 实际新建117.2万套 环比增长6.6% 但同比下滑1.7% 开工许可证数量则同比下滑更加严重 达到7.2% 本次数据中值得关注的是 多家庭住房的新建率出现明显下滑 但单家庭住房新建率则有3.3%的明显上升 本次数据的温和增长则巩固了房地产市场 势头良好的基础 而后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也为美国经济注入一支镇定计 环比增长0.4% 好于预期值0.3% 汽油价格上浮成为市场主要利好 在排除能源和食品价格的核心CPI方面 环比增长0.2% 与市场预期持平 核心CPI同比增长达到2.1% 基本达到了美联储2%的要求 CPI的数据优良也增加了美联储加息的概率 在间接上也成为股市下跌的一个原因 而油价则承接昨日的上涨之势 再次突破并占稳48美元 明日美联储将公布联储会议纪要 使得市场中存在些许的避险情绪 黄金上涨0.38% 报每盎司1279.05美元 近日相约研究所创始人Andrew Lev 在CNBC的FastMoney节目中表示 他正在做空Mellencraw 他指责MNK的促身上线皮脂激素药物 Actor的定价过低 并且用100万美金的支票打赌 Mellencraw不敢提高Actor的价格 如Andrew Lev之前表示 他正持有Valien的多头仓位 此次做空MNK主要是由于配对VRX的多头头寸 Lev做空MNK也论一出 MNK股价应声下跌 但随后MNK管理层迅速作出回应 指公司增产计划基于其药物的销售量 并且仅当公司认为 产品的市场价值被低估时 才会调整产品价格 并且表示 MNK的运作程序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MNK的强硬回复 往回的股价急跌 收盘上涨3.16% 报61.63美元 据报道 美国电动车生产商Tesla被记者发现 其合作伙伴非法向其位于湾区Fremont市的 喷漆工厂引入非法的境外劳工 Tesla的油漆承包商还被指 仅支付这些劳工低于加州最低工资标准的 5美金每1小时工资 并要求劳工长时间工作 随后 公司CEO Elon Musk 在特斯拉官网就这一新闻报道做出回应 承认了其承包商仅用非法劳工的事实 并道歉 承诺今后将严格监管其承包商 数大盘表现不佳 消息不利等因素 Tesla今日下跌0.71% 报206.8美元 Home Depot今日盘前公布201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 每股收益0.09美元 好于预期值1.35美元 营收同比上涨9%至227.6亿美元 同样高于预期值223.9亿美元 第一季度同店销售上涨6.5% 预期上涨为5.2% 除了第一季度财报优良之外 Home Depot还上调了2017财年的展望 将每股收益区间自6.12至6.18美元 上调至6.27美元 预期值为6.22美元 将营收区间自930.3至938.4亿美元 上调了6.3个百分点至940.95亿美元 预期值为938.4亿美元 整体来看 Home Depot的财报可谓上加 但是股价却背道而止出现下跌 这主要是由于在随后举行的电话会议中 公司CFO Carol Tom表示 Home Depot的3月份店内销售自2月份的10.2% 才降至6.7% 而4月份的销售则自3月份的6.7% 下降至4.3% 所以尽管预期强劲 但投资人仍是感到忧虑 Home Depot今日下跌2.3% 报132.24美元 我们下期都监视 2017 2018 大家 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